好這個小S已經算是超級大牌主持人 那廣告巨星啊等等等等的 大家都會覺得喔 這個大牌就是難搞對不對 大牌真的難搞嗎 沈玉琳先生 你的手上來來去去大牌就多了啊 大牌一人真的難搞嗎 就是大致來講喔 那個女主持人比男主持人難搞啦 大致而言 但是男主持人一旦發起火來的話 那個比較不容易安撫 因為女主持人就說不要這樣嘛 你半老大一直給他就開心了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喔 男主持人進捧第一件事情 都先講腳本啊 因為他重視內容 女主持人第一件事 他從來不會問腳本 他第一件事叫衣服呢 先挑漂亮的衣服 好啦 我碰過無數的女主持人 光是衣服這一關就搞死我們了 怎麼穿他就覺得醜 覺得不漂亮 罵服裝師 那因為這樣子delay錄影 常常為了這種事情搞得不愉快 那後來我們就研發出一套 我發現女人喔 傻傻的很好哄 你知道嗎 因為女人喔 畢竟他是在乎別人的視覺嘛 後來我知道這個關鍵以後呢 我就通定所有工作人員 反正女主持人每次來只要換衣服 大家就全部起力鼓掌 就說好漂亮好漂亮喔 這招真管用喔 真的喔 明明有一次那個女主持人 那衣服穿起來好像變魔術的 很醜 但是我不想delay錄影時間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曉得跟那個造型師有什麼仇 很緊然後就袖子又搞什麼鬼這樣子 可是他一出來 大家哇好漂亮好漂亮喔 那女主持人本來臉色鐵鏡 就說真的嗎 你們真的覺得這樣子嗎 上台他又有自信了 所以就說 很像活在別人的掌聲裡面 對付難搞的人 就是一定要有一種特別方法 以前瓜哥 瓜哥對這種 因為他很會模仿成龍 那成龍的特色是那個大鼻子 所以他對那隻鼻子非常的重視 那我們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 不像別的製作單位已經有經驗了嘛 我們不曉得啊 就隨便拿那個黏土 然後就對給瓜哥 瓜哥來自己黏鼻子 瓜哥什麼東西啊 可是他也是默默的自己弄弄弄弄弄弄弄 過了30分鐘 我棚裡面忙完了 我進來化妝間關心他 看他還在弄那個鼻子 瓜哥怎麼樣 他當場火大到把他拔下來說 這個什麼爛鼻子啊 然後丟在地上 還很幼稚的踩了幾下 哇 哇那整個錄影就停滯在這裡啊 男主持人要發飆起來就難了 對啊那發飆起來 可是那個大家觀眾啊 藝人都已經在棚裡面準備好 不能再拖了啊 可是也不能怪他人家很盡力的 在那邊瞧鼻子瞧了半天 也是很辛苦 那很多製作人遇到這種狀況就會傻眼了 那還好我們是老油條老江湖的製作人嘛 瓜哥其實啊 你像成龍不需要那個黏土 其實啊 你都不用任何裝扮 你就比成龍還帥氣還好看 然後他就跟你講說 這不是假講 沒有他說真的嗎 真的是 然後馬上就和言悅色 好好好 他就把那個跟他採掉的黏土又撿起來 又弄一弄 夢中玉琳 咱們錄影 可是你看嘛 女人要人家稱讚他美 男人要人家稱讚他帥嘛 對不對 就信心的來源 不過呢 可敬 像小S已經是天后極樂 他就不會沒有自信吧 他不會需要那麼多的掌聲 不用那麼挑吧 他應該說很知道 我自己是一個什麼咖這樣子吧 一半一半 一半 對 我見過多少漂亮的女星 到了鏡頭前 還沒有上鏡頭之前 都是沒自信的 超半天 沙朗史東以前就講過了 沒有一個女人早上醒來的時候是漂亮的 沒有一個女人在上妝前的狀態 跟上妝後的狀態是能夠那個一樣 我們看過很多的例子 就是女星 很多女星為什麼會有專屬的化妝師 髮型師造型師 就是因為她沒有自信啊 她要靠那些人她才有辦法說 而且只有這一些人 這些人才搞得定她 你看多少天王天后 哪一個不是有隨身的人 要做這件事情 而這些人我講實在的 我都見過很多這樣的人 講實在的 我真的要講實在的 實在也不怎麼樣 我講實在的 但是他就是因為 他就跟那個人就是化學反應好嘛 那個chemistry就對嘛 那個feel就對嘛 他只要來搞一搞 有一次我們拍誰你知道 我拍鍾楚紅 SARS那一年 我拍鍾楚紅 台灣因為是疫區 香港也是疫區 鍾楚紅如果來的話呢 他就不能出境了 然後我們也不能去香港 去了香港我就不能回來了 你知道我們怎麼辦呢 大家一起飛到一個不是疫區 叫做泰國 真的啊 對 我們到泰國的普吉島去拍片 一個SARS把你們弄到泰國去拍片 是厲害吧 而且我還沒見過鍾楚紅 我第一次在泰國才碰到他 之前都用電話跟他聯絡 見了面開始弄東西 我還帶了一個很 台灣很厲害的髮型師 馬是一個港仔來著啊 也是叫什麼阿賓啊 什麼這種人啊 來去拿到這邊去 好了到這邊去弄鍾楚紅 弄弄弄弄 鍾楚紅就是怎麼弄也不順 怎麼弄也不順 好了 他就自己把書籍拿來 自己書書書書 就是不順 接下來晚上就滴滴嘟嘟的跟那個客戶講說 我不 這樣子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那樣子 那客戶就為了哄他啦 就說 好啦好啦好啦 那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我想要叫我的阿賓來 連夜打電話到香港跟阿賓 阿賓你可不可以過來幫我梳頭 今天拍了一天了 明天還要再拍一天喔 阿賓就早上坐飛機過來 頭等艙過來 加上他的錢 加上他所有的東西 你知道多少錢嗎 幾百萬 為了要把他飛過來 就為了那顆頭 明白嗎 那你說這叫做難搞嗎 我沒有覺得他難搞 只要你夠美都好搞 這樣子都不是難搞 我覺得你認好大 你脾氣好好喔 包括一個女藝人 她還不是要搞很複雜的髮型 就是一根馬尾 天啊一根馬尾 我們應該認為是十秒鐘就搞定了吧 快點跟馬尾跟趙群是吵了兩個小時的架 趙群是怎麼弄 不是這樣嘛 不是這樣嘛 兩個小時都回來 他還在說不是這樣嘛 不是這樣嘛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鍾楚紅搞不清楚 他現在是把他自己交給全台灣廣告界 第一把材子這個交椅手上嗎 連贈不是都在你手上乖乖的嗎 對 但是我們突然沒有覺得 這叫難搞或不難搞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講說 藝人其實他失去了某一些人之後 他就變得很沒有自信了 對 他化妝師不在身邊 他就渾身不自在 你怎麼畫都不會對的 髮型師不在身邊 就不會自在 這原因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要勸所有的節目主持人 都要知道 你一定要有專屬的化妝師跟造型師 這才叫咖 對 而且化妝師造型師要成為咖 就改名字變叫阿Ben 叫阿Ben就會就是咖 大排明星一定要要求 像林金霞 如果你要請他來參加金馬獎什麼的 他一定不會讓這邊的人幫他梳化 他一定要自己帶 香港最 他最信賴的張淑萍 一定要一起來 他才會 他才來做這個事情 是 所以其實像小S 我剛剛講那麼多大排藝人 他們有這種狀況 我覺得主要是像以小S來說 還有像跟這些 剛剛這些大排藝人的心態 他的事業心其實不強 就像他私底下其實 他私底下也很客氣 然後私底下呢 他其實 他自己也說過 他很膽小而且很無聊 小S膽小 真的假的 他不像他在節目 你看他講話的方式 他的肢體動作很嗆很直白 對不對 純節目效果 但其實因為他 曾經他跟他的搭檔 這個主持人 蔡康永自己都講過 感覺是好像說 小S他只想來錄影 這個 等到這個錄影一收工 收工結束之後 然後他就回去了 你看 就像剛剛可敬兄講的這樣 幾個 他其實有足夠的資本 跟他的條件 可以繼續往上衝 然後他可以 你看康熙來的這個節目這麼紅 他可以展現他的事業 他有更多的條件可以去做 可是他並沒有 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那個玉琳哥講 他只有一個節目 就可以吃到死 這也是他的一個心態 所以呢 你看小S 曾經蔡康永就有點 開玩笑在講他 因為他們有時候 為了康熙來的這個 求好心切 製作人難免會跟主持人 有不同的意見 有一次那個 蔡康永就在跟 那個製作人在 argue 說怎麼節目要如何如何好 要怎麼樣修到好 結果兩邊就僵持不下 結果小S還跑去打圓場 說那我們不要錄這一集好了嗎 結果蔡康永後來還反過頭 還指責他說 你為什麼不挺我啊 為什麼不帶到我這邊 還要幫我們打圓場 還要幫製作人講話 說我們不要錄這一集好了 然後我們 他說你應該爭取啊 幫我們爭取 然後應該節目怎麼樣修 那小S他的 他其實想法就很簡單說 我不管這個啊 我只管節目收工啊 他的心態就是說 蔡康永形容得很好笑 就是說感覺好像 他只想要那個 當貴婦好了 就是過了個那個 這樣子一輩子 這樣過下半生就很開心了 他的事業心沒有強到 以前我在那個 1995 96年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學者 那時候有一個學者電視台 開了五個頻道 其中有一個如意國片台 我們開了一個節目 叫電影超市 那時候就要找那個 大小S他們兩個姐妹 來主持這個節目 1995年 95 96年的時候 十幾年前 對十幾年前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主持節目的經驗 那他們小女孩嘛 對 因為他們是歌手出身嘛 唱那些什麼 四分鐘的戀愛 等等之類 出道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他們也沒有主持的經驗 那時候 當時我們要找他做節目 那時候我是執行製作 然後當時我們就想到說 因為台灣那時候有些人是流行 有台什麼 完全娛樂啊 娛樂新聞之類的 現在當然節目都不在了嘛 十幾年前 然後當然都流行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們也是做這樣的一個節目 就找他們兩個 那他們兩個一方面 當時有他們前經濟公司 就是神采唱片那個合約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他們覺得說 他們已經有正在談 也是有台的 類似一個娛樂新聞的一個節目 所以他們就要把這個節目的機會 讓給他們S幫的姊妹濤 阿亞柳漢亞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機會 介紹給他們那個華剛音校的同學柳漢亞 所以因此 柳漢亞主持我們電影超市節目 從這個節目出道 讓韋仲哥他們其他的大牌製作人看到之後 開啟他的一個心路之門 所以我覺得說 小S他雖然沒有氣如心 可是他內舉不必輕 他很照顧他這些好朋友 也讓他這些好朋友在營居圈裡面 他為什麼會人緣那麼好 節目那麼紅 不是沒有道理的 而且他混了這麼多年 在這個娛樂圈 已經有很多事情 只有小S能做 有一些話只有小S能講 有一些動作只有小S能夠演出來 不然的話放在別人身上就怪了 你就不會接受的 馬上回來 上小S的節目 就要有心理準備 你可能會被虧 男生可能會被飛撲等等的 但是呢 沈玉琳身為大製作人 這些都已經私風見慣了 我是不會被飛撲 我是比較屬於都被虧的 他虧人有些時候 讓我不得不讚嘆 被虧到還要讚嘆他 真的 你打我一下 我還要說謝謝 有一陣子我的身材很古怪 其實我四肢算瘦 但是我就是一直會胖肚子 你蜘蛛人 你蜘蛛人 那加上我又五五身 那有一次小S就說 玉琳哥 我後來發現 我終於想明白了 你的身材像什麼東西 我說沒有 就是大度啊 就啤酒度啊 我說不是不是 你的身材好像花生 對 花生 從那以後我才發現 對對對 我有時候照鏡子 也自己覺得很熟悉 原來就是像花生 康熙常常會 請夫妻一起唱節目 對對 那我看很多對夫妻 被搞得片體淋傷 沒有成功的拆散你們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時候一直勤勤教育 就是我老婆上節目之前 她很緊張 她說怎麼辦 她如果突然問說 我們感情搞不好啊 問說你有什麼壞習慣啊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又不喜歡我老婆 講我的壞話 我就給我老婆一個指導原則 就是說 我跟你講 以不變應萬變 她不管問你什麼 你心中只要有一個 至高無上的原則 就是你全心全意 愛老公 她問你什麼 就是我愛我老公啊 那你不覺得她 對你不好 我愛我老公啊 你們一定把小S煩死了對不對 對 所以小S一直講 一直講 我老婆一直講 小S已經搞到很毛 小S就說 欸 我現在真的懷疑你們 真的是夫妻嗎 因為 我老婆因為比較 上級部比較深色的樣子 她就認為說 我老婆叫雅 雅 你到底是不是臨時演員 你是不是那個 那個玉琳哥帶來的臨時演員 然後你只會背這句台詞 一直跳針 一直跳針 不過呢 很多的話只有小S能講 很多的 比如說 很多的動作可能只有她能做 小S自己講過什麼 摳鼻孔還是什麼 她甚至講說什麼腳會臭 微博上還會寫出來 然後還說什麼不愛洗頭 可欽兄 這些真的只能夠發生在小S身上 大家還會 很以此為樂 她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美清姐的 另外一個版本 完全反過來的版本 對 反過來的版本 就是當你一個人的人氣 高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什麼話 你講什麼都對 你講什麼東西都好 網友或者是你喜歡你的粉絲 就會幫你找個理由 幫你圓這件事 好有個性 好有個人特質 對 是不是 所以美清姐 國慶撞三 可以 姐姐 你走慢點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等等我 奇怪啊你 很好 有個性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小S不是一開始是這樣子的 你看她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大家都看到她 她出道到開始慢慢的為人妻 再慢慢這樣 她也經過了一些什麼感情的挫折 好像就是我們人生的反應 也對耶 對不對 所以你說她什麼一個禮拜什麼洗兩次頭 什麼不洗頭 挖鼻孔 腳錯 你不挖鼻孔嗎 你腳都香了嗎 她就是反應了說 你看小S跟我們一樣嘛 他們都是一樣的人 所以同理心的關係 大家就很喜歡 就像我很喜歡玉琳哥一樣 對不對 誰不喜歡玉琳哥我都愛上她了 大家都很喜歡她 對不對 可是你比較喜歡 我就覺得她比金城武還要有個性啊 對不對 人子要紅了 確定是金城武不是明金城 那麥哥剛剛金修有講到啊 說小S這一路走來 我們大家看了她的歷程 就像是我們自己人生經驗 只是她有那個膽子 或是有那個辦法 她忠實的呈現出來 我們可以認可她 這一路走來直到她嫁入豪門為止 這個跟我們大家是不一樣的 但是她嫁進了豪門 她的夫婿她的公婆 花了多少的時間來 來適應說我家出了大明星 或者是她花多大的力氣 讓他們不覺得說 家裡真的住一個大明星 我覺得小S她非常聰明 剛剛講除了自信之外 聰明 這個聰明展現在她的婚姻這個部分 她在年紀很輕的時候 她就選定了對象 這個徐雅君 你現在如果看 她徐雅君跟她是非常匹配的 這對夫妻他們自己的相處的模式 婚姻的模式 非常的健康也非常的open 然後非常的很和諧年輕的潮流 你就知道小S她知道 她在很年輕的時候結婚 然後她生了三個小孩 她做的每一個步驟 包括她在兼具事業的同時 她的愛情跟婚姻 包括我覺得最經典就是 當徐雅君一直被拍到夜店時候 他們在警察局前面開記者會 我覺得那是最厲害的一招 因為我就在這個地方開記者會 你還敢想 我就問警察說 你到底是什麼地方看到我們 或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她做的事情 跟她當然跟她一貫的風格 所謂的大膽 無厘頭都融合在一起 這也是小S她現在的特質 剛講小湊那些東西 觀眾看小S 會把很多東西跟她合在一起 也會把她分開 所謂分開就是 當你看到她飛撲趙尤婷的時候 你會知道 她其實心在在徐雅君身上 你會這樣分開 但是你會融入說 她就會去玩男明星 這是很厲害一點 就是她長期來的這個特質 以及讓觀眾 就好像我剛講腳臭那個 哇小孩子你真的腳臭嗎 我每次看到這個新聞就會想說 小孩子腳真的有這麼臭嗎 應該沒有吧 就是說你也會合在一起 你也會分開 我覺得這是一個藝人很厲害的地方 不過呢這個玉玲兄 照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覺得好像她在婚姻裡面 EQ是很高 是 那麼除了婚姻之外 她對人帶人接務 面對工作 面對什麼都EQ很高嗎 很多人看小S在節目上的表現 他們覺得說 哎呦私底下她會不會也是這樣領 立嘴 我跟各位講 她私底下跟台上 是完全盼若兩人的 私底下的她很客氣 彷彿是一個很有教養的 到帶點高貴的一個 公主剛剛講的 對 她錄影前 因為大家就來賓就座 等兩位主持人出現 她一來這件事情 一定是每個問好 麥哥你好 運哥好 那個不是做做的 不是虛偽的 因為她一直以來 就都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所以私下的她 她就是一個很 幾乎可以稱得上有點文靜 私下她還真的可以用文靜來形容 那上個台以後 她自己知道她扮演什麼角色 那她必須要去創造什麼樣的效果 這個就是真正的 天之交女 真正的藝人特質 有一天下 我去國冰為風看電影 忽然遠遠的看到 那不是小S嗎 跟誰在一起 跟他的公公 許雅君的爸爸 他跟許雅君還有公公 三個人去看電影 許雅君去買票 小S就陪他公公 而且你就發覺 他跟他公公講電影 聊電影 所以剛剛倩林問說 他對這個家庭 他其實很聰明 知道怎麼去做一個媳婦 怎麼樣做一個妻子 怎麼樣做一個母親 我覺得她還在這個同時擁有事業 真的很厲害 對我們來講更重要的